12号 中国正式设立了三江园 大熊猫 东北虎豹 海南热带雨林 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保护面积23万平方公里 涵盖了我国近30%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2016年以来 我国陆续建立了三江园 大熊猫 东北虎豹 麒连山 海南热带雨林 武夷山 神农架 香格里拉 普达错 中国 前江园 南山 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在管理体制创新 生态保护 社区融合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国家公园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质量得到了改善 你比如像东北虎豹 武夷山 热带雨林那些试点区的话 森林覆盖域明显增加了 森林资源也增加了 森林质量提高了 你比如三江园 国家公园放过里面 这个草原植被棕货盖都跌几年的话 都稳定在60%以上 要比这个国家公园外边要高得很多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的设立 充分体现我国生态保护第一 国家代表性 公民公益性的国家公园理念 保护了最具影响力的旗舰物种 典型自然生态系统和珍贵的自然景观 自然文化遗产 实现了重要生态区域大尺度整体保护 对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终于想法 وด研究 终于想法